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做刚人的爱》 欢迎收听《做刚人的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这是文化部影视局自播补助的节目 节目60集将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播出 欢迎您与我们空中相见 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是邀请做工行善团的团员 来跟我们分享十年来做工的点点滴滴 过去十年来做工行善团执行的每个案 事实上都必须经过场刊 评估 绘制师徒 然后安排工作人员等等的这些细节 最重要还有所有案子都不需要有整理归档 在每一次的工程现场 我们看到修缮现场的志工挥寒如玉 可是有一个您看不到的环节最重要 因为他决定的工程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进行 那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今天所邀请的 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的秘书长 谢寿君秘书长他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圈里之外他是掌握全局的枢纽 所以呢我常常喜欢笑着说 哎呀我们的这个谢寿君秘书长 真的是我们做工行善团的大教父呢 好欢迎我们今天的谢秘书长 好大家好 秘书长我想请问您 其实我在采访过程中特别发现 我们台南市的木工业职业工会呢 它跟一般的工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也知道您是主要的推动 这个工会成立的推手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当时 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工会 因为当时的时候 因为我要包工程 包工程的时候 就是找不到书户 可是我那时候 因为我有做模板的工作 模板的工作的时候 刚刚好 人我因为国民学校嘛 我就去进修 我去进修的时候 就碰到总工会的李峰南理事长 秘书长说 你可以组工会啊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找到工人 就是因为他要做大生理 结果他找不到工 就是说你如果有工会 工会都是你最佳的后援 所以说对啊 不然成立工会就对了 那是差不多当时的事情 我民国72年的时尊 天啊那很早 我72年的时尊 我因为我71年的时尊 我就开始做 做很棒的做 那时候努力 对人来说大家都很陌生 所以我左立工会的时候 72年八月切八 正式成立了后 我就针对这个匪环的时候 会高用啦 我是觉得这个症状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心 所以我都开始 因为我自己先去扣 所以我的政策 我家俊木工 我在六七四地里面 我模板的价值 我十好 所以工会都没有人贏 可以贏我 所以我自己去扣 你说的这个编号 就是说其实你是有 以前的拿着这个症状 那全国没有企丁 有企丁了 了解 现在知道有企丁了 但是我们看编号就知道 这个有厉害 这个赞就对了 那时候你是想说 这个教育一直日新月育的去接受新的资讯是很重要 所以你给你的会员 心虎口无就是 不然我先来课看看 过来你也课得就对了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当时成立工会的时候 除了你要找到人手大家一起帮忙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 你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就对了 但是你工会很厉害 考证你有够高的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你有理解考题 有培训 我怎么有老师在教 有高兴 我有高兴 所以我们有专业的高兴 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我都会训练 了解 所以人们在台南市都在说 如果要靠一个政策 进来木工会就对了 然后对了 找人 但是我听说 进来的时候 你需要先给他们一个心理建设 所以进了我们的木工业工会的职业工会 第一个 要先听秘书长说 秘书长你说什么呀 因为我从创立工会 我们的福利 我们的证照 这样的话 一一都告诉他们 我说如果啦 你们缴五百块 来听我讲良杰的课 如果你认为不合适 你可以去向代表法医 可以去投诉 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人投诉过 我说是你讲的欧白讲 当然我想 当然我想 不会有人投诉 你想想看你给他们这么正确的观念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你们木工业工会 他们蛮重要的事 这个木工业职业工会 它投入的这种修缮志工人是最多的 而且大家都要求孩子 表示心服口服 所以秘书长您的心理建设做得非常好 真的是让大家福气 那我就想请问您 现在目前呢 你们主要考到的这个证照 大概是以什么最记录最辉煌啊 因为专华木工以及考过 他可以成立任何公司 公司行号可以标工程 可以做老板 了解 所以你也是幾乎是辅导就业的 这个一条边做起来的 我听说您还是 我们国家重要考试的评审 因为那个我们台南市的那个体育馆 倒下 就是我去把他全部把他做起来 因为那个属利开福利通面 那时候我水族的时候我就废了 所以我做起来 哇 挑高的工程啊 脊肤啊 像那个重工大水的水塘啊 还有奇美的一些那个冷冻高雕的 都是我在包裹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您是台南板魔界的典范 所以叫我去 所以我现在才去命题 你看我们国民学校呢 去当到命题委员 所以我把全部都是由我来出啊 这辅导不重要 看你这个一路走来这种经历 我真的也叫人心服口服了 不过就很好奇 当时你们为什么这个 木工业职业工会会想到要做修缮这件事情啊 我你知道 我那个方程哥 那个我前的理事长 他三十七年的孙 我三十三十七年 他没有台湖是说 那是科正就要科这些 他应该不可以做修缸 不可以修理啊 我说有没有没有 你说这个 好我就开始策划了 我前一天 号召累到30个人跟我相应了 方程哥很好名的 他给他出嘴 你就带他做的事情了 结果做到这样白白包包 这个就三十个人上来 他每个都够了 但是我觉得你替他做这种食物上的一个安排 跟SOP还蛮重要 所以现在三十个元老就开始起来就对了 对啦 当然那时候我说 我啦 方程哥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是总务嘛 所以都很配合 我常常称他们三位 真的是我们木工业工会的三剑客 听说那时候你创木工业工会 你玩了三个元老 你是编号一号吗 我一号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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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哥是五号 我和方程哥是策备委员 这个策备委员里面 哦 了解 那时候是花旗人的委员里面 了解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木工业职业工会真的很幸运 因为三个三位剑客 我自己觉得 指导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好 我们今天这个木工业职业工会都走得很走 那我想请问你 现在目前你们的修缮 他的状况到底 你们负责的工作 跟时间流程大概是怎样 我们的专科长 那是现在的专委 他都很认真 他因为他提供的提供来 我们就先去产刊 对 我们去产刊的时候 那我啦 还有方程哥 还有欧天老 我们一定到 那个局长 都一定到 先去砍餐 刊完 这个要如何去操作 因为第一 第一件事 那时候我们去做的时候 全部都把人家拆除 都要全部要陪人家 哦 完全 那时候呢 大家开始做行刊 看着大家听着听着 都会帮下去 真的 整个都要修理 了解 所以我们从来没看的时候 我们没看八十几万 我们做三张就 没钱了 了解 没钱了 刚才做到做阿嬷那 刚才我们现在的总统 那时候做市長 是 他刚才认识 大家说 有人在做工 因为我们在外国阿嬷那时候 我们的材料是 我还陪着一个公家 了解 他陪我们到处 是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他没看 我们开始 再挖起来 哦 了解 所以其实我又 强调了一点是 我们的秘书长 其实不管是台南市的 这个木工业职业工会 或是我们讲的这个修缮 也这样讲 到目前为止呢 他都是一个起手室 没有从他这样的开始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 所有的修缮的志工活动 也活不起来 那制度也建立不起来 所以呢 他是幕后呢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程 我再强调一次 他真的是一位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掌握全局枢纽的秘书长呢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再来听听这位秘书长 怎么来进入木工业的这个职业 谢谢您